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推背图系列的第七集 在今天开始之前 请各位先按订阅小铃铛跟赞 来帮助老师快速达成10万订阅者的目标 以后老师推出新的视频的时候 你才能获得第一时间的通知哦 那在过去的推背图中 我们谈到了什么 中华民国的兴起与灭亡 以及接下来讲到了核战的爆发 与中共政权的遗传 接下来我们要到了下一个新的篇章 灰烬下的劫后余生 中共政权的消亡 那为了接受我们篇幅 各位都知道 老师过去有曾经把金银塔碑文一起来对应推背图 那从这一集开始 老师会一起把金银塔碑文能够解的部分 跟推背图会同时放在一起 这样各位就可以一起中看到两个预言的解析了 好 现在让我们的推背图第42项 他的称言是什么? 第42项 在这个时候 接续的中共的政权已经移到了散竿或长安的相关的地方 很大的一个核战 让世界各地充满了一些不安的局势 让中国的内部也充满了悲观 混乱 战争的余威尚未退散 此时中共的政权手中人物有什么?极大的核武器的数量 足以与当时的敌国来拼个鱼石网破 所以第一句的所谓的是什么呢? 每人自袭来朝中日渐安 这句话怎么解呢? 这条解法就是此时将有一个女性与危难之时 进入了什么?中共的领导班底 开始协调各国之间的停战协议 避免了主战派来跟敌国一起玉石聚焚的策略 并且逐步扩大政权内的影响力 最终与各国达成了停火的和平协议 所以让整个局势慢慢的稳定的下来 所以也就造成了什么呢?长弓倒地,惟而不惟 这个里面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让原本核武器或是飞弹 因为停止停战了 所以是说这个弓已经不需要搭上舰继续往外发射了 也就是停战协议已经完成了 让世界局势慢慢的走向的平稳 而这个形容女子的称文 其实颂文是很有意思的 怎么说呢? 他这里面一个特色 因为这个女子按照文字的叙述 他可能是怎么样?原本在海外的留学生 华侨或是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的血统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呢? 因为他里面提到了什么?西方女子琵琶仙 他特别讲到了琵琶二字 而琵琶二字这个乐器其实是来自于胡人 在秦朝的时候的胡人引进中国的,就是所谓西域民族了 那后来在唐朝的时候 他经过了改良 所以后面慢慢的被视为中国传统乐器 所以琵琶二字可能就是胡人 也就是具有什么外族血统的混血儿 或者是华侨或者是少数民族为主 那其中里面讲到的关于衣着的部分 也是其实也是比较偏向海外穿着 或是少数民族的特有的民族的服装 其实这个东西在中共的一个政权内 其实并不少见 然后各位有看过什么十八大之类的 各民族穿自己的民族的服装 进入了人民大会堂去开会 开这个举手表决会是很正常的 他们不会硬性要求一定要穿西装或是洋装 如果是按照上一上一个像的推背图的眼镜 这个样子的解释的实现率是最高的 因为老师在下方会去解释怎么样 对应到金陵塔碑文的时候 会在这个地方做个验证 那当然有人会说这个西方女子是不是可能是美国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那其实 很多人应该要用这个方法去猜 就是这个状况 美国或其他国家介入的机会不高 比较不高 为什么我们等一下看一下下面一项 或是以后未来慢慢回推回来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西方女子琵琶仙 应该就不是其他国家的政要领袖 或者是一些和平死者 那我们继续下去 他的颂文里面也提到了此时魂姬逆朝事 你就当时和平已经底定了之后 这个女政要也因为公高震主的关系 可能会被清算下台 号称你完成的阶段新任务之类的 逐出了中共的政权中心 避免后续接班人受到影响跟变数 其实这个也是中共培养 一个什么政要接班人 或是领导人的一贯性的策略 他不会让轻易的养成班底的那一 那一班人 被其他外面人所替换 这也是蛮符合中共的一个培养后继之军的模式 但是这位女政要的公鸡,却广为劫后余生的百姓的认同跟爱戴 进而有可能成为了什么新政党 或是百姓支持的在野党 或是一个组织 让中共的政权因此就开始出现了什么不稳定的局面了 但是因为大战过后 这个中共他的中央政府除了毁灭性武器之外 他的兵力跟实力并没有恢复 所以在此同时 由于这个女性领导人的声势越来越高涨 有办法问鼎中央的实力 此时 在中共里面的政权 军心跟民心 都会受到这个新政党的影响 产生的动摇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害怕再次战争 此时的和平女神 才是符合民心所需要的一个新的领袖 而战争的参与者 无论是参与者或是制造者这一票的老政要 老政权 老权贵 此时已经没有这么大的实力 去压制整个国家的舆论 所以这个时候 中国开始进入了什么内部党政的局面了 按照这个推测 然后这个时间大概是在西元2049年到2052年之间 他这个会有一些变化 好 总结这个时候 中共政权已经开始有点摇摇欲坠了 由你这个女子所领导的政党或主持开始怎么样? 一个省份 一个省份的接收实质的掌控力跟执政权 好像是变成什么?好像是早期的什么?军阀?或是地方的藩王一样 只是大家还是一个末期在什么?一个中国的框架下 大家继续的维持中国这个名号 所以说不会有宣布独立或宣布建国 这个状况发生 那在这个时候 时代的巨人 还是要带着中国往新的篇章翻过去了 接下来到了我们的第四十三项 第四十三项是 丙武 训下 离上 叫做火风顶挂 他的称约是什么? 君非君 臣非臣 死间为终克定 他的颂约是黑兔走入了青龙穴 欲敬不敬不可说 唯有外边根树上三十年中子孙节 这个在清朝的筋辟本 他里面有讲过 就是说 前下女子乱国为宗 君臣出寿 有一节出之人为之底定 然必在三十年后 那这个是清朝的眼光评断的 那老师的评断就有点不一样 为什么呢? 老师根据这个卦象去评断 这个此卦为叫做火风顶 这个卦已经显示了 中共的政权 已经丧失大部分领土的实质控制 大多数都被已经这个女子的政党 或者组织完全掌控了 所以造就了什么? 君非君,臣非臣 君没有臣的实力 臣没有君的名分 此时中共啊 他的政权抛出了橄榄枝 欢迎这个女子 哎 那不然你来谈 你来跟我协商 宣布说你只要愿意跟我协商 那我们开诚布公的大家谈一谈 你来投票 或什么状况 来决定了 谁来继续领导这个中国 大开这个中门 请这个U总就是怎么样的感觉 就请你这位新政党 我的领袖来接收中共的政权 然后继续领导中国往前走 有这样的味道存在 然而这个状况是评估错误的 因为这女子相信了中共的美丽的说辞进入礼堂 或是那个义士庭之后就变成了什么呢 黑兔走入了青龙穴 当时就被软镜抓起来了 中共就就开始学什么 学历史 历史的什么 曹操的侠天子 以令诸侯 这个老戏嘛 对外宣布这些资讯说 哎 这个女政 这个女 这个这个女领导人 他愿意跟中共合作 不用是说交换 他愿意从内部努力 开始做统一的意识 统一的重建 这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西安事变 或者也有像什么翁山苏姬那样子的套路存在 那这个原本有女性领导的这个组织或政党 因为龙头被抓了 大家开始军心动摇了 就形成了什么 欲进不进不可说的地步 原本一条边的一些指挥中心 顿时就变成什么群龙无首了 一方面是怕什么妄动会伤及这个女领袖 女领导 他可能哎 你这个一反抗 就不是他死 就是你死 两个选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不确定中共放出来的讯息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搞不好领导他们就是要这么做呢 这是为了大局为重呢 说这个就产生很多争议 这个东西就在造成的是说原来这个组织所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权 慢慢的又被中共一块一块的怎么样收回去了 那到最后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导的第二把交椅怎么样的重新组织了整个领导中心 慢慢的夺回被中共收回去了政权 一个一个就把他收回来 一样秉持的由地方包围中央的模式 最终他总算取代掉了什么中共的政权 结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 他长达将近150年的政权 这个时间带应该在西元的2080年到2085年左右 他会有一个Range和一个区间 这个时候中国已经完成恢复了建设 也完成了再次的统一 成为大一统的中国 那至于国号有没有改 这个在推背途中并没有显示 他并没有显示 那老师将解析的对还是不对呢?没关系 我们现在来讲什么精灵塔碑文 有两边的预言来去分析老师讲的有没有道理 好 那我们一向推测了 精灵塔碑文 我们现在看到六根未尽随波去 正果能修往天台 这个代表六根未尽的老师评论为是女性 正果能修的意思就是取代 要这个女性的要去取代什么 中共的政权 好 来领导企图领袖一个新中国 但是下去的出现什么248379 或原众已久 这个248解出来就是2348两撇 共产党的共 379379是比较难解的 为什么379应该是女领袖的名字 或是她是她的她组织的政党 或是她的建立起来的团队 她的名称 那里面讲的或原众已久 就是说 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套路 就是为了把这个对手 把它套进去完成什么? 挟持 霞天指令诸侯这件事情 那再下一句什么呢? 明山 明十 明山七 锦绣河山 幻影射 这是指到什么意思呢? 大概就是指到30年到37年时间 这个失去了女领袖的一个组织跟政党 再重新的从外包围到地方 地方包围到中央 陆续取得了中共对地方的执政权 马不点头 石城底 红花开庆 白花来 纸巾山上美人来 这里红花开庆的 红花的赤赤政权已经逐渐消灭 所以说他会白花开 马不点头 石城底 这个应该是当时的中共的领导人的名称 或者是他们的班底 比如总书记呀 或者是他们的总理的名称 说马跟石 这两个是关键 红花 当然就是赤赤政权 纸巾山上美人来 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女政要女领袖 最终还是被救出来了 还是被救出来了 接下来就要讲到什么 一灾换一灾 一害换一害 十九家人五五岁 地灵人结业 惨心贵 英雄拔劲 石中矛 这里就是总结了 中国面对了核战跟内战之后 一灾又换了一灾 一害又换了一害 这位女性 这些女性 从他少年从政 经过了三十六年的时间 终于最终完成了拔除中共的政权 也就是共产党的政权 这里也对应到了明三明七 明三七 新一代的领袖彻底的剿灭毛泽东 最终于中共的政权之后 让这一切都恢复了重新大一统的中国 然而时代走到了现代 随着时光的流逝时光的仍然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切 就是各位观众啊 你看到了现在这一切 所有风流人物都已经灰飞烟灭了 也都成为了历史 无论是毛泽东 无论是蒋介石 无论是习近平 任何的风流人物都已经早就化成了灰烬 只待后人的茶余饭后 从老人的口中 比如说老师到那个时候已经老的不像话了 我们用一句一句一口一口的把这个年代的故事 曾经有一位领袖 他叫做毛泽东 曾经有个大总统 他叫做蒋介石 这一段的什么风情云涌的岁月 那个现在曾经富饶的年代 这一切都将随着核战 而埋入了历史的海洋中 而此时的世界也因为各国都经历了惨痛的核战 刚刚老师讲到这些核战 绝对不会是就中国 世界各地都会发生的核战 你打过来 我打过去 所以说不是就中国会发生 那各国都是因为这个惨烈的战争 都开始努力的收拾战后的家园 如果说历史是会重复发生的 那人类 就是不断的制造这些悲剧的生物 整个地球以及世界也即将从了那个时候开始要进入了新的篇章 人类的独霸的时代已经即将要过去 全新的世纪 也会在那个时候展开了 好 下一集的推背图 我们会即将看到全新纪元的产生 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跟赞 确保下次老师更新的时候 你能够收到通知 并且请务必在下方留言 留下你对本集的看法 老师非常重视各位的看法 记得礼貌留言 文明讨论 也请各位帮忙老师把这篇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可能的历史 或许或许你就是阻止核战的关键人物 因为你的分享 提让这个讯息提醒别人 有可能就会阻止按下第一颗核弹的那个人 我是陈老师 下方有老师经营的卖场 以及老师的网站 好 有兴趣的可以过去看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